据环球网3月4日援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土耳其国防工业负责人伊斯美尔·德米尔表示 尽管美国施压 土耳其仍在考虑从俄罗斯购买第二个团的S-400防空导弹系统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们继续推进第二批S-400防空系统的采购工作 他同时也表示 土耳其也正在努力通过发展国产防空系统来加强武装力量 德米尔还透露 今年土耳其国产的防空系统也将开始交付 德米尔称 土耳其目前还没发现 美国因土耳其购买俄制S-400防空系统而实施制裁所带来的任何后果 我们还未发现 美国制裁有任何直接影响 我们未来可能会看到 但目前没有确切的结果 我们还将观望 美国此前声称 S-400系统与北约标准不兼容 土耳其因购买俄制S-400防空系统而遭美国威胁 美国表示拒绝向土耳其交付F-35第五代战斗机 2019年土耳其正式接收了从俄罗斯购买的S-400防空系统 美国认为土耳其使用此防空系统 会削弱F-35战机的隐身优势 因而把土耳其逐出了F-35项目 土耳其外交部此前曾对美国的制裁措施表示谴责 并发誓要采取反制措施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此为止 要令你终于解决性的效果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此为止 就会变在顶尖需要削施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此为止